刚来台湾开演唱会的Jay-Z 他在美国可是嘻哈音乐界的天王 不但是许多歌手争相合作的王牌制作人 他自己也是当红的饶蛇歌手 而且说到Jay-Z不能不知道就是他女朋友 就是流行天后碧昂斯 10月底他们来开演唱会的时候 碧昂斯也是甜蜜随行的 至于这个Jay-Z 其实他是出身于贫民窟 还曾经因为贩毒而被捕 他是如何从一个毒贩摇身一变 成为叱咤歌坛的嘻哈天王呢 一起来看看 有嘻哈教皇之称的Jay-Z 1996年出道就一名惊人 连续十张专辑缔造白金唱片的佳姬 能唱又懂得制作的他 综合各大音乐奖项 不但拿下舞作歌来美奖 而且还身兼嘻哈乐两家龙头唱片公司 Roccafella与Deaf Jam的总裁 Jay-Z无疑是个可以在嘻哈界 呼风唤雨的天王级人物 不过正当演艺事业如日中天时 Jay-Z却在2003年突然宣布退休 让人错愕不已 然而极度热爱音乐的Jay-Z 终究是对音乐无法忘怀 他的付出被视为是 今年西洋乐坛最受瞩目的大事 Jay-Z表示 不论他的角色是歌手 或是唱片公司老板 都是为了音乐而活 其实多才多艺的Jay-Z除了表演外 还是个成功的企业家 1999年他自创了服饰品牌Roccawear 将街头嘻哈文化的穿着打扮 带入流行时尚界 在美国大受欢迎 2003年4月 Jay-Z成为第一位非运动员 却拥有自己限量球鞋的歌手 以他的姓命名的鞋款 在全美国创下首卖一小时便销售一空的记录 他同时也进军餐饮业 在纽约开了一家运动酒吧 生意好得不得了 还有还有 喜欢篮球的Jay-Z 干脆入股NBA纽泽西篮网队 当起了老板呢 身兼歌手 企业家 时尚领导者等多重身份 Jay-Z最新的工作是担任联合国大使 负责宣导干净用水的重要性 希望提高民众对世界水资源短缺的认识 出生纽约布鲁克林平民窟的Jay-Z 从小在龙蛇杂鼠的地方成长 难免误入歧途 他曾经因为贩毒而锒铛入狱 不过幸好他及时觉悟 而荒唐的成长过程 也成为他创作音乐的灵感来源 Jay-Z有个破碎的家庭 父亲很早就离他们而去 由母亲含辛茹苦 扶养长大 因此Jay-Z不习惯对人常态心胸 极度保护个人隐姿 尤其是谈到和她在事业与感情上 都密不可分的女友碧昂斯时 Jay-Z更是绝口不提两人的恋情 Jay-Z说自己是公众人物 一切都摊在阳光下任人解释 所以更想要保有自己的隐私 不过他也透露自己未来想要有孩子 和一间房子能和朋友开心相聚 这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事了 至于什么时候会退休 已经实验过一次的Jay-Z 可不敢再把话说死 超级有商业头脑的Jay-Z 不但成功打造自己的嘻哈王国 事业版图更是多元化 也难怪他能当选时代杂志 2004年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